車在路口停等紅燈 突然一名淺色上映男子 違規穿越馬路在計程車前停下 下一秒他高舉雙手 隨後跟當街躺在地上 一直都綠燈都沒有起來 問將嚇壞了趕緊變換車都離開 但後方另一輛計程車司機 卻沒有注意到他當場壓過行人 警方到場趕緊把機車停在後頭 避免二次追撞 到時計程車右前車殼有明顯破裂 潛保險桿也有毀損 事故發生在新北市三重龍門路 這路口臨近三重周樓道 平時有不少的車潮 今生一點多二十四歲 許姓男子喝的醉茫茫 直接躺在車道上 錢人切出去之後 想要問將就在這地方撞上行人 但其實坐在駕駛座上 視野上都會有視線死角 再加上凌晨的時候天死昏暗 疑似都成了照顧的主因 許姓男子被計程車撞上後 是因為沒有被輪胎壓過 當下整個人卡在底盤 造成全身有多處的擦錯傷 被緊急送醫治療 而小黃問獎當時沒載客 他向警方攻撐 沒看到人 感覺壓到的東西才停下 如果事後被行人提告 就涉嫌過世傷害 但凌晨出門上班 怎麼會想到地上躺著一個人 會不會起訴 交由檢察官定奪 TVBS新聞網站在下面的新聞報導